林医企业跑得太快,有时候还真不是好事,被阿里寄予厚望的河马先生,因短时间内再次备访,引人瞩目。 11月中旬,河马先生深陷标签门,又购买者举报河马先生上海墨店。 该店工作人员将胡萝卜前几日的标签撕下,换上了当月标签。 面对质疑,河马罢免了上海的区总经理,并宣布所有门店自查。 近日,河马再次被央行点名批评,企业是河马先生拒收人民币现金。 而早在今年7月,中国人民银行就曾发布第10号公告,用意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是人民币,包括纸币和硬币。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一格式条款、通知、告示等方式去收现金。 这两件事,表面上看是因公司内部管理存在路动,其实,往深的分析,能够发现许多有意思的事情。 我们总喜欢用蝴蝶扇动翅膀,引起千里之外的大风暴,来接受生活中无数微小变化的叠加所欲甚至巨变。 这次被称为新零售,标签的河马先生短时间内贫乏被罚,无疑就是一个蝴蝶信号。 零二可以十分骄傲地说,中国互联网经济已处于世界前沿,国外也只能望尘莫及。 据爱瑞资询数据显示,中国网民已高达7.5亿人,目前中国互联网经济年营收规模已超过2万亿,中国互联网经济占比已超过7%,中国的电子商务已占全球市场的44%,在互联网经济领域,中国早已占据多项第一。 互联网对大众生活的影响,也不言而喻,我已经多久没有带姐姐出门了,甚至都已成为年轻人的贪子之一。 但同时,不得不说,目前互联网经济,正在重注重发展速度,开始变成注重发展质量,前面提到的河马多次被罚,就是表象之一。 你说河马内部难道会不知道江湖书标签,随意更换,这是欺骗消费者,会不知道央行早就明文规定不允许支收现金吗? 肯定不是的,有句话说得好,如果走得太快了,灵魂可能跟不上,其实,河马就犯了这个毛病。 不止河马,可以说绝大多数巨猛发展的互联网企业,都有这个毛病,就拿河马先生来说,自从爱里系首创新零售这个词以来,河马就成了新零售企业中的网红,依靠着爱里这个亲爹。 河马不仅做成了超市加残,也加变身加物流的发展新模式,而且发展速度也犹为迅猛,布局城市数量以及营收规模均在节节走高。 可能有些人会说,各大公司快速拓展,不也是在服务大众吗? 河马线上与线下完美结合,并且还提高24小时,配送服务速度也还不错,有什么值得批判的? 公司在拓展的过程中,可以给民众带来不少便利不佳,但存在的问题也只会越来越多,快速发展不反感,但那个也要跟上啊。 我们总喜欢说,人的精力是有限的,难道企业不也是一样吗? 河马频繁被罚背后透露出来的是,随时可能爆发的品牌危机,爱里目前已经有了鲜毛,蚂蚁,她也要倒重要品牌。 现在又折中培养出了河马,站在企业的角度来看,无疑是为了从多角度去维护企业的综合竞争力,但跑得太快,若没时间歇息,迟早会出事的。 互联网企业中,因跑得太快而出事的企业,河马不会是骨链,前有大批互联网败企业因为链马生长,最后频频爆雷,竟有滴滴顺风车乘客遭害世界,本质上都是因为企业发展太快了,内核却没跟上。 而此次央行点名批评河马,无疑给所有互联网企业,起到了一个警示作用。 03,我不太相信机缘巧合,世界万物间总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。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河马短时间内,频频犯错,央行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点名批评河马? 为什么今年以来上市的互联网企业,几乎是全聚父母一个个奏向了破霸道路? 酷牙,去投桥,游信。 当然,你可以说,央行应拒收现金点名批评河马,是因为央行要保护那些不会或者几少使用互联网的群体。 以前看新闻报道,也见过,不会使用互联网支付的大爷,排了很长的对结果,被商家告知不能用现金。 老人情绪激动的喊道,我拿的是人民币啊,不是假币,而河马只是被当作典型被批评了。 站在央行的角度来看,这是让每一个合法公民的权益都得到保护。 我们目前的互联网经济确实发展可疑,但不能因为互联网是大势所趋,而就忽视了其他人,不会上网,上不了网的这类人的一些利益。 过度推广无限金概念,不仅是对人民币法定地位的损害,也伤害了消费者的消费选择权,也可以认为今年上市的互联网企业,只是刚好碰上全球经济到环境不太好的时候。 毕竟无论是中国的A股,还是全球各国的其他股市,均有一定幅度的消滑,这些说法,其实都有它的道理。 但在我看来,最根本的原因还是,互联网黄金十年已经过去,过去的互联网的发展模式,到未来的时候,不一定在行得通。 今年着急上市的互联网企业,既有可能是担心现在不上市,以后会更难。 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,且浪死在沙滩上。 种种信息向我们透露出了重要信号,资本市场现在对我们所谓的互联网经济,并没那么看好。 或者说,现在的互联网经济,是可能存在泡沫的。 如果我们引以为傲的互联网经济,都被拍死在沙滩上,那么我们下一次超级风口会转变成什么? 又是房地产吗? 通过此次事件,也希望我们的这些互联网巨头们,能够引起重视,发展固然重要。 但在狂奔的同时,可不可以稍作歇息,来回顾下自身不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看看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点赞哦。 感谢观看